他连续打隔八年停不下来 一打就是两个小时 每天要打三到四次 因为打隔找不到工作 还被老伴赶到隔壁自己睡 大叔试过很多办法 比如出其不意地拍打背部 捏住鼻子给身体断气 贴在墙上练蛤蟆弓 可最后都是白费力气 大叔不死心 继续尝试各种解药 哎 还真给他找到了 一开始村里的老人说吃醋管用 他把醋当水喝 可还是没用 又试了各种偏方 比如吃下滚烫的大米饭 甚至去幼儿园搞了童子尿 全都失败了 村里就有人指指点点 说是他前些年做的亏心事 遭了报应 直到有一天 大叔突然有了灵感 不是说喝汽水会打隔吗 那我就来个以毒攻毒 蹲蹲蹲 大叔一口气喝下一瓶 困扰了他八年的打隔 竟然停下了 经过大叔的长期实验 他发现可乐的效果最好 每次可以停止打隔20分钟 雪碧就差点 只能管10分钟 虽然只是治标不治本 但大叔已经很开心了 可惜好景不长 慢慢的喝汽水也不管用了 这次大叔决定找出病根 可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医院 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甚至连妇产科医院都去了 人家就让他多喝点热水 从医院回来后 大叔的状态更差了 每天晚上必须喝醉才能入睡 甚至用狗尾巴草给自己催吐 来缓解精神上的痛苦 直到有一天 狗尾巴草升级成了老头乐 大妈吓坏了 只好向电视台求助 节目组问起了打嗝的缘由 原来八年前 大叔是村里白菜种植户组长 他代表大家和经销商签了合同 收到的定金也都平分了 可其他人却背着他 卖给了出价更高的经销商 还都一口咬定没拿过定金 大叔不光信誉扫地 还赔了一大笔钱 他气不过找众人理论 结果回来就开始不停打嗝 节目组带他找到了专家 专家说这是典型的慢性打嗝 先给全身做了检查 但身体十分健康 结合大叔的情况 专家判断 这是由心理问题导致的应激反应 经过专业的心理医生治疗 配合服用药物 他的病终于得到了根治 佳人看到不打嗝的大叔 一下子还不太适应 大叔自己甭提多高兴了 横起了小调 这是他八年来第一次唱歌 大叔的烦恼没了 可下面这家老板娘的麻烦 可不太好解决